繼續要來關心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所屬的航空六零一六零二旅 今天在屏東九棚基地舉辦年度軍演 今天上午八點半開始 出動了超級眼鏡蛇直升機 進行實彈射擊 鎖定了海上的靶位 場面非常震撼 眼鏡蛇攻擊直升機 在空中朝著海面上照明彈 一次發射六發三尾蛇飛彈 炮聲隆隆 相當壯觀 兩戰眼鏡蛇一組操演 一看到前方飛彈順利震咒目標 後方遼機立刻接續發射裂夜彈 也無前方攻擊行動 順利脫離戰場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所屬的航空六零一六零二旅二十四號 在屏東九棚基地進行聲音操演 包括阿帕器攻擊直升機 還有九組十八架超級眼鏡蛇攻擊直升機 和戰艘直升機都參與這一次的演習 就連特戰部隊也參演 出動了四具雷射標定儀 讓空射地獄火飛彈順利擊中目標 演習第二場進行的是電子反制作戰 先模擬敵方發射飛彈 接著再由運輸機發射干擾斯 黑鷹抓到實際發射烈焰彈 成功反制 這一次聲音操演 一共發射三十枚空對空 六十枚空對面 以及一百八十發的熱焰彈 同時驗證陸航特部堅強的戰力 華爾市人王姓洪汐 許達人 SNG小組屏東報導